大家好,解冻的猪肉很多人都用水泡,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 今天教你一个好方法 五分钟解冻后和新鲜的猪肉一样 这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肉 看起来硬邦邦的,和石头一样 可是又要等着做菜,那该怎么办呢?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解冻肉非常快速的方法 不用泡水,五分钟左右就能把肉解冻好 关键是解冻出来的肉和新鲜的一样 非常的简单,不管是什么肉 如果用水浸泡的话,你会发现肉的颜色会变得特别的白 而且烹饪好之后也没有那么新鲜了 味道寡淡,营养也流失了一大半 口感也不好了 所以在解冻肉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来泡 接下来我们把肉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往肉上面撒上适量的食用盐 然后用手给它涂抹均匀 一般道路结冰的时候 人们会用一个巧妙的方法 就是撒盐化学 我们加入这个食盐 它不仅能起到一个融化冰块的作用 同时,还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盐溶于水的过程中会加速冰块的融化 还有朋友会犯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直接把肉放到热水里泡 认为这样解冻会更快 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 这样解冻过的肉颜色会特别的难看 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 这样做对身体没有好处 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方法 其实是最快速的 也是最健康的 把盐涂抹均匀之后 放在大碗里面 静置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你会发现肉已经变得软软的了 用手按压 有明显的凹陷 肉已经可以切得动了 这时候如果切起来还觉得费劲的话 那么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再往肉上面倒少许的白醋 白醋中含有大量的醋酸 醋酸能降低水的冰点 这样可以达到快速解冻的目的 而且白醋还能去腥 然后再倒入没过肉的清水 浸泡一分钟左右 也顺便给肉表面的盐清洗干净 这里要注意的是 要用凉水不要用热水 热水一烫 肉质就收紧 口感会变得又干又柴 浸泡一到两分钟左右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的肉已经变得更软了 虽然看起来还有一点硬 但是已经非常好切了 这样解冻出来的肉 颜色非常的新鲜 像刚买回来的肉一样 而且这个时候的肉是最好切的 不管是切片还是切丝 都非常的容易成型 稍微有一点硬 可以切得很均匀 不像软啪啪的肉 不太好切 然后我们先改刀 给它切成大块 再改刀切成小块 今天我们来做红烧肉 肉块可以切得稍微大一点 因为肉在烹饪过程中 还会缩小 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把五花肉冷水下锅 焯一下水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开大火烧开 不管焯什么肉 都不要盖盖子 这样可以让肉的腥味 更好的挥发 水烧开之后 把上面的浮沫捞出来不要 这些浮沫也是肉腥味的来源 焯水5-6分钟 然后控干水分 捞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起锅加入少许食用油 再加入适量的冰糖 开小火把冰糖炒至融化 把冰糖炒至琥珀色 大泡泡转成小泡泡之后关火 再把焯好水的五花肉倒进来 翻炒均匀 让这个五花肉均匀的裹上糖色 五花肉上色之后 加入少量的老抽 适量的生抽 酱油提鲜 再次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加入开水 量没过五花肉就可以 加入适量的葱姜 再加入一个卤料包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之后 转小火 炖40分钟 炖30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给它搅拌搅拌 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盐 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盖上盖子 再炖10分钟左右 时间到之后 把里面的调料夹出来不要 然后将汤汁收至浓郁 哇 好香啊 汤汁收得差不多之后就已经熟了 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哇 这也太香了 这样一道好吃又简单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